你怎么这么不安息自己 是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来了 你跟我来 你看现在是开展爱国 卫生效应的啊 这 景岚同志 我要找你谈谈 你请这个医生先回避一下 那你先回去吧 好 我先走了 景岚同志 你是这家医院的党委书记 我想问问你 杨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 你们让他到后勤部门去洗肠单 你 你们认识 这件事情跟认识不认识没关系 今天我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来问你 杨沪同志是个医生 据我所知是个不错的医生 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你们让他到后勤部门去洗肠单 是这样的 杨沪大夫负责的那个患者 出了医疗事故 但是这个事故呢 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 结论呢也还没有出来 岂有此理 没有调查清楚 你们就这样对待一个医生 让他去干粗活 这就是你们医院党委 对待一个知识分子的态度吗 你们必须马上纠正过来 马上 明天就不要去上班了 不行 我还是去医院吧 不管做什么工作 在家里总觉得 好了好了 这件事情听我的 就这么定 你在家等结果吧 小叔叔啊 请快晨 嗯 小姨啊 来 和叔叔好好看看你 老虎 你把小姨拉扯这么大 这孩子长得这么漂亮 真是不容易啊 辛苦了 刚才我在学校啊 一眼就认出来 她是你的女儿 怎么样 我的眼泪还不错吧 小姨 你先上楼吧 我和刘叔叔说几句话 来 你他们很想的 就文贵 也不太多 他爱我 我和刘叔叔有些空 我和那个拍照 我和你这些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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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和你这些银子 我和你这些银子 别忘了 你不太急了 就是我和你这些银子 你是谁呀 我是杨小艺的同学 我叫米艳艳 是吗 对了 我那小子也在一中上学 他叫五四明 你认识他吗 你是五四明的爸爸呀 叔叔好 你好 并且胜负 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那个刘团长去杨小艺家了 司机是我们班五四明的爸爸 你这孩子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真的 杨小艺他妈妈认识那个刘团长 认识各把团长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妈妈呀 认识的大首长多了去了 好多大领导啊 都接见过我呢 那不一样 这个刘团长是英雄团长 刚给我们做过报告的 那是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 行了 留步吧 改天我再来看你 哥哥 说的是 我来看你 这是 我来看你 好多了 你 我来看你 好多了 我来看看我 来看你 好多了 你 啊 你说 你 我来看你 儿子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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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蓝 景蓝 是谁 是君 爸爸回来了啊 行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今天累得够下 是团长 小小什么团长 我 我老了 那团长你歇着吧 好 回去 你走吧 进来 刘世辰同学在学习中 学习成绩优秀 表现积极上进 被评为三好学生 特此奖励 我就知道你们在搞坏 报告同志 战事刘世军 刘世辰 向您报道 好 上去 刚才我们已经开过 小组会了啊 你要是再不回这个家呀 就把你开除出这个家 敢 一定是你这个 臭丫头 不是我 不是我 我说啊 你们两个表现不错 表现不错 你看 一个是学生会主席 一个团支部副书记 三好学生 好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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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刘云时的孩子 就是有出息 你们两个真是给爸爸脸上真光 爸可是 爸 好样子 你怎么回来了 还去了我们学校做报告 就是 就是 今天我生的现话 您都没看过 您怎么把杨晓忆给先接走了 好了好了 别缠着你爸了 让你爸赶快吃饭吧 来来来 你爸都饿了啊 看见了 我都在菜不量了 赶快吃饭 来 来来来来 看看你妈妈给我准备的 什么好吃的 咋子 吐奶奶酒来 终于到家了 终于见他老婆孩子了 跟你一起走呢 全都当大官了 就你还是个大头兵 这这 大头兵怎么了 我老五卫首长开车 从来没出过事故 就等我们叫方市长 都夸我这模范司机呢 对吧儿子 对 看把你美的 那模范能当饭吃能当衣服穿呢 挣那么点钱 每个月还得往乡下寄 剩下呢 还不够我和你儿子喝汤了呢 同日子没个头 妈 别耍了 爸 我今天看见你开车上我们学校去了 嗯 拉我们团长去做报告 那你为啥把杨晓忆给拉走了 杨晓忆 嗯 你认识他 认识啊 我们俩一个班的 爸 你 你为什么把他拉走啊 是他爸爸怎么当那模范吗 嗯 爸爸不光车开的好 而且这儿 还得有个把门的 要为首长保守秘密 现在爸爸转业了啊 为地方上首长开车 所以啊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以后工作上的事儿 不要问 问了 问了 我也不说 你这傻样嘛 给你个棒开当真了呢 不问就不问 谁稀罕你那些秘密 是吗儿子 这就对了嘛 这就对了嘛 你跟杨晓 是怎么认识的呀 你问这个吗 问问都不行啊 不行 行行行 不让问就不问 在你这个团长的眼里啊 那什么都是军事秘密 那上南京军校的事儿怎么样啊 这个也是军事秘密 哎 还保密呢 你们徐政委啊 在电话里边他跟我说了 是吗 他说的不算 什么阵子 这个家啊 你回来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怎么了 你看吧 这张床 你不在的时候 一直是事尘陪着我睡 你这一回来呢探亲 待不了几天 这床板还没雾热呢 就又走了 那我一回都不走了 天天睡凌床 怎么样 习惯吗 你别哄我了 我不在这儿时间 你身上的伤都没有 用一个复发 没事 政府 把我分配到医院做行政工作 这不是进水楼台吗 他我犯病啊还好控制 好吧 你也是老兵啊 组织上这么照顾你 你得为他好好工作啊 这还用你说 我当民兵连长的时候 一会儿你呀才是复联织 给我搬起老资格来了 我哪敢呢 英雄团长 看你今天在医院 臭的那好劲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训心病 是吗 一会儿你不照顾我手上 这这 这好美啊你 你吓我一跳 你不睡觉站在那儿干嘛 妈 妈 你一定要跟我说清楚 你是怎么认识刘叔叔的 你要不是我睡不着觉了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们是在上海认识的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你认识他的时候 他在做什么 怎么个认识法 你这小脑瓜子在琢磨什么呢 你 你不跟我说我睡不着觉了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是在上海认识的 那时候还没你呢 你们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当然是革命同志关系了 那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 妈认识那么多人 要是依依跟你说清楚 那得说到什么时候啊 关键是 我从来都不知道 你认识这样一位英雄团长啊 那时候我认识他 他还不是团长 也不是什么英雄 行了 快睡吧 明天还早起呢啊 快去吧 妈 您认识刘叔叔真好 为什么 你不知道 我一见刘叔叔 我那个激动的呀 尤其是他在台上做报告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我 还有我们同学有多崇拜他呀 是吗 嗯 一想到一位志愿军英雄跟我握手 还一下叫出我的名字 你是杨少艺同学吧 你是杨少艺同学吧 还来关心我妈妈的工作 特别是 特别是你还说明天他要来我们家做客 哎呀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哎 田校长还说 这个刘叔叔 他说这个刘叔叔 他是我们永城人 那他家也在永城吧 哎呀妈 要是刘叔叔能在永城常住就好了 你又在想什么呢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天天来我们家做客 行了 行了 赶紧睡吧 嗯 这一天 是我十八岁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刘云石叔叔回到了永城 来到了我和妈妈身边 这个英雄团长 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快乐和希望 想到他对我的一切楼固 对妈妈的关怀备致 我真是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虽然妈妈不说 我也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激动 感受到这个 我们原本风雨飘摇的家 突然间拥有了遮风挡雨的屁股 放下来 走 焦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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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看 我脸有花吧 爸 我们呀在学校成立了一个保尔小组 保尔小组 这名字谁起的 我哥呀 他出卖保尔克杀劲 是吗 高一的时候起的 那个时候我特别爱看 钢铁是死阳电城的 就起了这个名字 你妈说 你现在在看哲学方面的书籍 你说说 你都看了什么书 前一段时间在看反渡邻论 最近在看资本论 反渡邻论 反渡邻论里面 有关军事方面的论主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你说说看 技术的进步 给作战方带来的变革 不是以战场指挥官的意志 来转移的 美国的独立战争 和法国的革命战争证明 兵式是变革 作战方式方法的主体 统帅的作用 是比别人更早地知道 新武器 新成分兵式的潜在力量 并使作战方式方法 适于新的客观条件 行啊 咱们啊得抓紧学习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你看看 再不学习就被孩子们超过了 爸 我能看看你的枪吗 别乱动啊 爸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志愿军的故事呀 不行啊 今天爸爸要去给全市的工人老大哥 再做一次报告 爸 嗯 我 毕业以后想去参军 你看我干嘛呀 有其父必有其子 这士军哪 打小的时候就念叨着 要跟爸爸一起当兵打仗 哼 我看他现在那个学习小组啊 就是一个小的军事组织 行 爸爸支持你 同意了 同意 谢谢爸爸 爸 我也要当兵 你错什么了 你才高益 好好学习 我走了 爸爸再见 这你瞎起哼 早快见吧 我去 兵了 爸爸你当心呢 走 走 走 杨医生 哎 买这么多菜啊 啊 今天家里来客人了 行 你们家的客人 不都自己带东西来的吗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妈 他怎么又来了 哎呀 哎呀你们俩俩可回来了 我等半天了 来来来来给我拿着吧 不用不用 没事给我吧 刘叔叔来了 刘叔叔 刘叔叔 买菜去了 你先回去吧 哎呀 哎呀 豆苗青笋 好东西啊 好久没吃到家乡的菜了 晚上准备做好什么好吃的 来 杨户啊 这里是你认识吗 认识 是小易他们学校的饶子门老师 哦 你是一中的啊 是是 你好你好 刘团长 哎呀 您好您好您好 好 哎 进来一块吧 不不不 我我只是路过 您请您请 好 好 您去坐吧 好 您去坐吧 好 您去坐吧 好 坐 谢谢啊 好 杨户啊 小易今年 哦 哦 到了十月份 就整满十八周岁了 十八年了 那就是说 我们两个认识 也整整十八年了 来 我敬你一杯 什么话都不说了 全在这酒里 我干了 我干了 我问过田校长了 德义在学校表现不错 品学兼用 是年级的第一名 要不啊 你把孩子培养得这么优秀啊 真是不容易 何悦 叔叔也敬你一杯 再接再厉 白齿单头 更进一步 谢谢叔叔 什么玩意儿 那么多年没见着动静儿 到鬼门关走了一回 倒走出幺蛾子来了 妈 你说谁呢 还能有谁呀 这回呀 左邻右舍可有好戏看喽 这勾引男人哪 都成双成对的 还带着枪 也不怕闹出人命来 你小声点 我怕什么呀 我呀 就是看不上这种骚祸 别说了 喝口水喝口水 我不喝 学你的作业 不喝 杨虎 你今天不能再喝了 杨虎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我就是高兴 我就是高兴 杨虎 你今天能来 我真的很高兴 我真的很高兴 杨虎 杨虎 你把这东西先收一下 你先回面一下 我跟你妈妈有话要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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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能不能遇到这些事情 如果是那个女人 我回远处来就是来照顾五位的 你能不能遇到这些人 你能不能遇到这些人 让他上最好的训练 不管是从今还是从医 都要把继承革命的训练 同学们 今天我们开始上新课文 依依西别的申请 请大家先默读一遍 你爸爸 妈妈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一样 我现在不能说 是因为有苦衷 你要相信妈妈 要理解妈妈 要 杨晓忆同学起立 把课文的第一段读一下 杨晓忆 坐下吧 上课要集中精力 不要溜号 刘世辰 到 你来读 是 我在凯歌声里来到了朝鲜 我又看到了这里的人民 这里的山水 多名利的秋天哪 这里再也不是焦土和灰烬 这是千万座山岗都披着红毯的旺盛的国土 那满身欠着淡皮的红松 仍然活着 我刚刚在剧录片里看到他了 他从朝鲜回国了 对了 你是说刚刚那些志愿军英雄里面 有我的爸爸 对 你没看错吧 不会的 就是啊 虽然他的样子变了 但是他的行为举止一点都别变 还是那么有魅力 那么有魄力 我不会看错的 对了 山甘岭啊 什么事 什么事 什么事啊 想一想啊 是啊 喜不得有事啊 真是 又是上甘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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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上学校包场 我们都看这是第三次了 看不看 看不看 我看算了啊 我看算了啊 又看呢 又看呢 不是 我想举过 我地试试 我地试试 是 小同志 你有事啊 你好 经理同志 那个电影《上甘岭的佳严》 怎么 怎么换了 变了 怎么变了 半年前我看的时候 还是志愿军英雄归国的纪录片的 现在怎么变成科教片了 连你都说是半年前了 半年前当然跟现在不一样了 可是那个电影还是《尚甘岭》啊 《尚甘岭》呢 是经久不衰的好电影 很多观众啊 看了一遍又一遍 所以呢 一直是我们电影公司的放映计划中 但是呢 家演呢 是经常要换的 现在呢 在大跃进 大链钢铁 当然要放宣传冶恋之师的宣传片了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 我很忙 我正在跟农民同志啊 商量送片下乡的工作啊 小同志 再见了啊 可是 你搞什么鬼啊 电影开始了 你还看不看 怎么又是你那个小同志 我 我想问一下 你缺点那个 志愿军归国的纪录片 还在省电影公司吗 你 你还想去省电影公司找片子呀 哎 小姑娘 你说的是一个什么 志愿军回国的纪录片吧 嗯 嗨 我们乡里正在放着呢 我觉得我们胆子也太大了 创客像农村肯定 学校不是让学工学农吗 我们正在向农下中途学习 对 早知道就叫 马尔翔总统人来了 这样大家可以一起学习 怎么了 你后悔了 我不后悔 我真是好奇 我要到底你来看看 今天晚上你到底要看什么电影啊 晚上你们就知道了吗 有面子 花花 今天晚上还有点风呢 来 找个地方咱们赶紧看吧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你说那个佳颜已经放过了 你说那个佳颜已经放过了 别急 别急 明天 明天还会放 咱明天再来看 不行 不能明天 我一定要今天晚上看到 对 我们大老爷跑过来 就是为了看那个 是啊 你是领导 你跟他说一说 什么要看什么呀 咱们再一遍一遍 大家安静 大家安静 乡亲们 有两位成人来的高中生 为了向志愿军学习呢 特意来到咱们乡 要看呢 志愿军归国电影 大家就和他们一起 出问一下 行不行啊 行 行 行 好点啊 你听不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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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赶紧啊 来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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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踏雪山 过草地 肃黄河 跨长江 入朝八年 他们是大不化的高写冥环 圣地归来 他们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这不是上次到我们班来 给我们做报告的那个刘团长的吗 他就是我爸爸 刘团长是你爸爸 我爸爸还是他 你爸爸了 他说我妈说你爸爸 我妈说你爸爸 妈说我妈去 先说你爸爸 知道你爸爸 现在说我妈要爸爸 我妈在这儿 最后一条了 故事都没有了 你一点也不懂我 我有什么不懂的 我跟你说 我要有这么一个英雄的爸爸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也高兴啊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 我跟我妈等啊等啊等 等了十八年了 好不容易把她等回来了 她为什么让我喊她叔叔啊 是啊 为什么呀 难道她有什么秘密任务吗 还是还有什么 有什么说不出来的理由吗 说不出来的理由 不会吧 我觉得 可能是在秘密地执行某项任务 什么秘密任务 秘密任务 解放台湾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太有意思了 你应该为有这样的大马儿感到骄傲 我是为她感到骄傲 可是我也想叫她一声爸爸呀 哪怕就叫一声 你知道我多想有个爸爸 我知道 那 那你回家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不知道 我现在就是特别想见她 我觉得呀 你应该回去再问问你妈 万一你搞错了怎么办 不会搞错的 我告诉你女燕燕 她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 她居然就知道我是谁 她那个眼神里 真的有一种我输不出来的东西 她还握我的手 你知道我这儿 就用一股热流涌上来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你知道吗 林燕燕 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 格外的圆 格外的大 你发现了吗 我们俩一起跟月亮许个愿吧 肯定很明的 啊 好吧 那我许有什么愿呢 我想到了 我的愿望就是 我以后每门考试都可以 三分再也不用一分两分了 我希望我的爸爸妈妈 跟我一家三口早日团圆 这样我就可以跟所有人说 我是你爸爸妈妈 是所有的妈妈 我买了分了 COMM Weird 你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儿呢 她真没说错 沒想到你爸爸是个首长 还是个大�ыс Flow 还是个大嬉 emerging呢 饶 the welcheaping 是什么 饶的门啊 你们管她叫饶 theress 你不知道 谁的同学都怎么叫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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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了 今天是搞耳小虎聚会 在刘世勋家 在刘世勋家 快点快点快点 师父 快点 快点 我们赶着回去 弟弟年迈 这佛像生意不足也罢 本大老祖佛像生理 这乃名我妇女 是怎样独日一样 晓岸 张团长 我这么着急找您呢 您看啊 这胡琴生病了 得了吉兴兰北严 白儿演出怎么办 别急 我给你请了一夜高手 任老师 来吧 这 姐夫很丁 看这玩笑子怎么就 对不起 啊 怎么ере 好 一 帮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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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来吧 这杨晓忆和米燕燕怎么回事儿 到底还想不想参加活动啊 吴思明 你去哪儿啊 我去看看他俩 我觉得吧 某些人特别没有立场 吴思明 你说迟到应该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 你这像个共青团员该说的话吗 我觉得一个合格的共青团员 应该主动帮助同学 应该以身作则 听说你为了帮助同学 还把人给捆起来了 闭嘴 看什么 又不是我说的 对不起 我们迟到了 对不起 晓忆 燕燕 坐吧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我们开始吧 等一下 怎么老是你啊 杨晓忆 米燕燕 你们俩能解释一下 缺席活动的原因吗 怎么办了 那你们俩成立独立大队的事情 是不是也忘了 都看着我干什么 到现在为止 一直没有人承认这件事情 那时候 我看在杨晓忆她妈妈要自杀 她要离家出走的份上 没有追究 杨晓忆 你今天必须说清楚 世辰 你别胡说了 你别拦我 你干吗 你干吗 杨晓忆 我没把这件事情捅到学校里 我已经够人知意见了 你私助团申请书 这个行为有多严重 不用我说 大家都知道 更何况 你还在绅士上撒过谎 你承不承认 够了刘世辰 我告诉你 你别朗大我妈 还有我的绅士说话 你说我撒谎 你有什么证据 你说 爸 爸 爸 这么多人 爸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怎么了 看来我回来的不是时候 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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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是我们巴尔小组的成员 您再跟我们讲讲 战斗英雄的故事吧 这就是巴尔小组的成员 你们好 您好刘叔叔 您好刘叔叔 我刚刚 在纪录片里看到他了 他从朝鲜回国了 他从朝鲜回国了 但是我也想教他一声罢 哪怕就教易一声 好 我发现一下 周刘叔叔 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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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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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刚刚在这儿哭鼻子 谁欺负你了 我没事 我先回家 行了 都到家门口了 今天就在叔叔家吃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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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